也做出回應 我的心 人氣快Q了 這口真順耶 這是豆瓶還是一個女 說著一口琉璃台語 圓滾滾的大眼睛 搭配超可愛的迷人笑容 光是IG 臉書粉專 一共擁有超過五十萬的追蹤 人氣夯到連藝人吳宗憲 都邀請紅豆妹一起上節目 為什麼叫你紅豆妹 因為之前爸爸都喜歡喝紅豆湯 爸爸就煮紅豆湯給媽媽喝 然後媽媽就覺得很感動 真的 可愛模樣實在全粉無數 誰的人氣誰長船高 也開始出現不少廠商 提出合作邀約 社群PO文難免出現葉配文 不過這個舉動 卻讓紅豆妹的媽媽引人非議 據了解 目前紅豆妹的媽媽 平常除了負責經營粉專外 同時也任職於桃園市警察局 行大人事事 根據公務人員服務法規定 公務人員不得在外兼職 但隨著紅豆妹的爆紅 桃園警戒議論紛紛 質疑是否有違法協議 播出奇遇女孩生活影片及照片 一事有置入商業廣告及代言產品的情勢 即主動於8月31日以電子郵件 將相關情景 請示全序部來做函視 不過業配部分是單一次還是長期性 目前沒有明確的法規來釐清 桃園市警局表示 全案等權序部回覆後 在依規定進行辦理 紅豆妹很萌很全粉 但身為圓警的紅豆媽 下班後的閒槓生活 恐怕還是要格外小心